想想看,当你口渴的时候,一个手机壳能帮你弄出一杯咖啡?那是多天大的享受啊! 我是小乌龟,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几个生活中实在太神的手机壳,好想用一杯咖啡提提神。 结果发现,哇!周围都没有咖啡机。 要到离这里最近的便利商店,也要开上10分钟的车。 到底怎么办呢?是不是有什么神器可以随身携带,然后帮你做好现场的咖啡呢? 在影片开始之前,记得先订阅,打开小铃铛哦! 1.会帮你做咖啡的手机壳 意大利,是个人人都在享受咖啡的国家,但有极少的便利商店。 要是一个上班族想在办公室找杯咖啡喝,怎么办? 于是意大利的一间创新公司Smart K推出了Moke手机壳,解决了随时会想要喝咖啡的欲望。 上面印着咖啡豆的造型,它会帮你做浓缩咖啡,原理非常简单。 在手机壳的底部会有一个可以重复充电的电池,还有一个正正方方,扁平形状的胶囊。 只要把压缩咖啡包加入扁扁的胶囊里,打开手机的APP,按照上面的指示操作。 过了5-6秒钟,里面的电池就会把咖啡加热到50-60度,在油壳里的真空管流出,你就可以把美味的咖啡从手机里倒出来了。 另外咖啡的种类有Classic,Toasted和Arabic风味,但是使用者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了,会不会用一用手机就过热炸开了呢? 这款手机壳的设计师说,整个制作过程绝对安全,它非胶囊的保值期则为3个月,制作过程也是令人放心的,不会对手机造成任何损坏。 这个手机壳目前只有支援苹果、LG、三星、华卫的手机,苹果只支援iPhone6-7 Plus,所以想体验的朋友们只能买一些旧手机吧。 2.内建无人机的手机壳 在国外众筹网站Kickstarter宣称这个无人机非常的小巧且方便携带,虽然听上去并没有什么亮点,但有意思的是,这家公司把这个无人机做成了一个手机壳。 也就是说,当你带着无人机出门的时候,跟只带一个手机并没有太多不同,它叫做Selfly,三维仅为131公里X66公里X9公里重量只有70克,Selfly内置了一个800万像速摄像头和4GB内存卡,不仅可用来拍摄照片,还能支持1080%。 解析度下30帧的视频录制,Selfly无人机利用WiFi控制,支持iOS和Android系统对无人机进行操控,但目前支援的机型只有iPhone6、iPhone7等等。 相对于市面上自拍无人机的昂贵价格,Selfly仅仅售价99美元,还算是比较便宜。 3. 里面附有自拍棒的手机壳。 自从手机出现前置摄像头之后,人类就走上了自拍的不归路,从此无法回头,真的没有什么能阻挡人类对自拍的狂热了。 Kickstarter出现了一款藏在手机壳中的自拍杆Stickbox,可以说是居家旅行的自拍利器。 Stickbox是一款专为iPhone设计的手机壳,外观看上去有点厚,不过那是因为里面藏着东西呢。 手机壳的背面是一排可伸缩的铝合金管,一节一节拉伸开,一秒钟变身自拍杆。 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可以和手机壳后被凹槽完美贴合,以后再也不用特意带着自拍杆出去玩了。 Stickbox手机壳目前只兼容iPhone6,iOS,iOS+,并有7种颜色可选。 等等。 你可能在问,今天介绍的手机壳怎么都只有支援很老旧的手机啊? 那你一定要继续观看下一集,我将介绍一些兼容现代手机的神奇手机壳。 假如你觉得看完这部影片有长知识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,我将会跟你将更多奇霸的知识。 我是小乌龟,我们下个影片见。 同时,我们下个影片见。